人生自是有情吃 观影才是风雨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力电影 1940年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吃阶段 日本趁德国横扫西欧 英美无暇东顾之际 急于征服中国 南进太平洋 在军事上对我国实施打压政策 在政治上对我国采取诱想措施 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妥协和悲观情绪 日趋严重 国民29年5月16日 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华北华中相继失守 大半个中国已落入敌手 国家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迫切地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来鼓舞士气 与此同时 日本方面为针对我党领导的 华北抗日根据地 调集重兵 推行以铁路为助 公路为炼 据点猥琐的囚龙政策 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日空间 早一会战上 张子忠将军誓死不退 战死沙场 留下绝笔信 坚定了所有中国人抗战的决心 他说 天津没守住 我走了 北平没守住 我走了 今天我张子忠不走了 中华五千年历史 绝不会亡于三岛窝奴之手 当然 早一会战 绝不是日军的终点 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中国 可想要侵占这片土地 就必须保证 华北地区的安定 于是 日军将目光投向了我党所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 他们专门针对我军制定的九龙政策 以使得原本完整的根据地仅剩下两个线 为了彻底消灭我军 日军特地召开了研讨会 深入了解彭总司令和左权的作战风格 并下令在战略区域实行肃清和三光政策 即杀光抢光烧光 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 在听闻姚家遇惨案后 也下定决心是要报仇 冲出日军的囚龙围困 面对日军的战略 彭总司令的对应方针只有八个字 多点出击全面开花 参谋长左权对此有些担忧 这样的打法无异于亮出了八路军的底牌 要知道 在战场上谁先亮出底牌谁就容易处于被动 彭总司令则安慰道 自抗战以来 平津战役 新口战役 早一战役全部实力 赵登宇 佟林阁 郝孟宁 张子忠 相继战死沙场 日本人做梦都想着中国一败再败 若还不撕破囚龙政策 姚家遇的惨剧定会再次上演 他就是要用更大的动作来证明中国人还存在 中国人还在战斗 那日张子忠将军的部下姚尚武返回姚家遇时 发现自己的妻儿及乡林全都惨死于日军的强袍之下 他悲痛万分 怒火中烧 是要报仇血恨捍卫家国 随即他加入了八路军 晚上 彭总司令召集了根据地里所有的领导人 向大家说明了冲破囚龙的作战计划 这场战斗没有选择 没有退路 只能背水一战 而想要开战就不得不面对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人力和武器 但如果不战 就要面临亡国灭种 接着 彭总司令说出了自己的破解之法 日军爬铁路 他就炸桥梁 日军公车站 他就拿矿山 这就叫大破袭 8月20日晚上8点整 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进查际地区所有的作战部队 对正泰铁路 铜埔铁路 平汉铁路 和金埔铁路 以及附近所有公路交通网 进行破解作战 众人齐心协力 爬铁路 检点线 埋炸药 炸击场 一夜间 日军的堡垒铁路较量被毁大半 甚至到了第二天 爆炸也仍在继续 这次栖息 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致使他们的运输全面瘫痪 损失无法计量 同时 我军也没有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第一阶段目标完成 便立刻开始了下一阶段 山西娘子关车站 是贯通山西河北的交通要塞 日军将此作为了 兵员和物资运输的重要转运点 只要拿下这里 日军就将无增援可用 战斗在比试一处即发 八路军从东西两侧夹击日军 用手中的枪械 释放着心中的愤怒 日军赋予顽抗 久攻不下 收到情报后 他们以红十字作为伪装 全力派兵增援了娘子关 我军瞬间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 日军还派出了装甲列车 企图从后方进行包围 战场状况变得岌岌可危 炸药包对装甲列车不起作用 好在我军早有准备 立刻派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重型火车头 预备与期 同归于尽 可要想让两列火车相撞 就必须保证 他们在同一轨道上 所以眼下 铁路上的扳道装置 成为了双方必争的强收获 最终 一营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拼死搬下了倒叉 使两列火车迎面相撞 娘子官的尸首让日军指挥官大发雷霆 在怒斥完手下后 他从蒙古调来庄稼旅团 是要在一个半月内恢复铁路 另一边 娘子官的胜利 为我军带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仅此一战 我军就破坏了日军铁路470公里 公路1500公里 桥梁隧道及车站共258处 但战士们并没有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兵工厂里 无数士兵和百姓 正在热火朝天的制作装备 为下矮阶段的作战积极准备 近西北西营屋 是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心腹 为了了解其内部的布防情况 我军特意派出两名间谍潜入其中 根据传回来的消息 众人得知 日军在西营屋有一个装甲分队 可我军目前没有有效反器械手段 坦克一直是个难题 但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弱点 坦克也不例外 它的弱点就是厚重笨拙的履带 只要把履带毁了 这个铁疙瘩就算是废了 为了攻下西营屋 两名间谍请求潜入 占据敌军正面的一个保楼 这样进攻难度就会直线下降 届时 他们再与大部队来个离应外合 定能拔除这座据点 左权点头同意 任务也随即开始 按照计划 两名间谍成功潜入了敌军保楼 丢下了自己的帽子 给友军传递进攻信号 尽管理应外合 但战士依然陷入了僵持阶段 越来越多的敌军涌了出来 就在此时 一辆日军坦克也出现在了战场上 可他却调转炮口 轰向了一方保楼 原来这辆坦克已被我军战士俘获 紧接着 日军的保楼被一个个摧毁 这场战斗也将进入尾声 西营屋的胜利给了日军一技重拳 随后 日军又进行了几轮骚扰 但皆以失败告终 终于到了决战的关头 日军开始进攻关系脑 而我军也深谙此地的重要性 是要让这群侵略者们有来无回 彭总司令亲临阵地指挥战斗 由于敌军轰炸机 不停地对山顶进行轰炸 导致我军战士伤亡惨重 彭总司令健壮 决定转变战略 下令在山脚买好炸药 随后便开始撤离 随着日军大部队尽数上山 山顶瞬间被炸为平地 幸存下来的日军四散而逃 百团大战也就此落下帷幕 百团大战由宁海强张宇忠指导 上映于2015年 曾获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奖 第13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评委会特别奖 在影片中 彭德怀司令员 向县大队民兵授旗时说道 旗帜是前进的方向 人在旗帜在 人不在旗帜在 是的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 在一片亡国的论调笼罩之时 我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及华北军民 发动了砸碎 球龙政策的百团大战 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百团大战的胜利 向世人宣告了 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抗击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引导了全国人民 抗战到底的前进方向 大列电影 带你看尽光影岁月 我们下期再会